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頻道囉 大家記得要趕快按訂閱喔 先問一下洪醫師 這個季節其實市面上出現蠻多 蘆筍跟角白筍 那這兩個 這一個事實上 當然是不一樣的蔬菜 不過他們都富含水分 膳食纖維 那維生素 那像葉酸 蘆筍也很豐富 對現代人來講 事實上確實是養生的好食材 對 其實我們蘆筍在早一輩的 一些長輩都跟我們講 它是一個清涼退火的 一個非常好的蔬菜 可是近代你會發現很多的健康媒體 在每次推出什麼十大抗癌食物 它都列入十大抗癌食物 那我今天就來講說 事實上蘆筍它的抗癌 是其實效果非常非常顯著 我們現在人 因為我們很多癌症篩檢 大家都做癌症篩檢 都可以發現很多的早期癌症 可是早期癌症在經過手術切除之後 他們會擔心這五年會不會復發 所以他要吃什麼食物 可以預防這些癌症的復發 所以這些防癌食物就非常重要 我就舉一個很年輕 有一個45歲的一個家庭主婦 他來找我是 他大概在五年前有一次感冒 感冒完之後他就一直咳 一直慢性咳 而且人有一點體重下降 他後來他去做了一個低劑量的胸部電腦斷層 那就發現他有一顆在右側的肺葉上面 有一個0.9公分的一個陰影 然後來做了一個胸腔外科認為那應該是癌細胞 然後做了一個叫單孔的一個胸腔進檢查 把那顆0.9公分的抓出來 果然是一個肺腺癌 肺腺癌當然是早期他們講說沒事 可是胸腔科醫師認為 因為他沒有抽菸嘛 因為是他應該是那個廚房油菸造成的 他每天煮三餐 然後那個他就叫他說不要再煮三餐 或者說油煙要注意一下 那後來他很擔心他還掛我門診 就是說這五年 因為他們說要追蹤五年 沒有復發才叫做痊癒 那這五年他要怎麼去抗癌 那我就跟他說可以吃一些抗癌的一些食物 藍莓啊還有一些高麗菜啊 什麼花椰菜啊 十字花科的 還有一些蘆筍 什麼蔥薑蒜辣椒 很多的蘋果番茄 這些都是常見的一些十大的抗癌食物 那後來他說他知道了 那後來當然他有定期回診 那五年後他都沒有再復發 那我就問他我也很好奇 他到底吃什麼 他說他好喜歡吃蘆筍 他吃了很多很多的蘆筍 那他告訴我說蘆筍真的有效 他說不是 不要說光是防癌這塊 他說他以前很容易泌尿道感染 那很容易水腫 他吃了這個之後 其實水腫跟泌尿道感染也改善了 所以發現蘆筍真的不只是退活 防癌 泌尿道感染 還有我們的消水腫也很有效 那我在想說 好 其實我們列出 其實蘆筍有十大健康好處 抗氧化 防癌 提高免疫力 所以你會發現 泌尿道感染跟感冒就會降低 保護心血管有益 孕婦胎兒 利尿排毒 保護肝臟 預防眼睛疾病 有益骨骼 有益認知 那為什麼他有這麼大的十大好處 我們把他的九大營養素 給他來看一下 一個 它液酸含量很豐富 其實大於五根蘆筍 就可以達到每日建議量的四分 液酸 我們腎臟科很喜歡開 那有一些造學的也很需要他 還有一個叫維生素ACE 維生素A跟我們的眼睛 還有我們的一些黏膜的健康有關係 CE是一個抗氧化劑 跟我們一些抗老化抗癌有關係 還有一些主蛋白跟我們的細胞正常生長有關 還有C跟免疫力 骨光肝胎 它也膳食纖維可以幫助我們排毒 那天門東胺酸增強免疫力 你會發現這九大營養素 都跟我們的免疫力有關係 跟我們的那些健康有關係 所以它事實上是一個抗癌很棒的食物 我今天要跟大家講一下 乳筍 大家有沒有聽過說你痛風的人不能吃乳筍這件事 我來給大家澄清一下 我那天有一個病人 他是幾歲 那他去公司體檢 那他拿著他的腎絲球過濾來找我 他說他的腎絲球過濾怎麼只有65分 他的同事都80分到120分 他的腎功能怎麼特別差 但是他沒有糖尿病 沒有高血壓 沒有那些慢性病 那我就問他 也沒有蛋白尿 那我就問他 他說 他十年前有過痛風 他痛風一年都會發作個兩三次 每次痛風發作起來很痛 他很不舒服 最近他很嚴格控制 所以這三年都沒有再發作了 可是他就 他要問我什麼事 就是說他最近他說 他聽說那個 因為他的同事寄了很多蘆筍給他 他昨天他太太煮了蘆筍 他很想吃蘆筍 他也吃了一些 可是他記得蘆筍什麼香菇 什麼那些痛風的好像不能吃 他說他昨天吃了 今天好像覺得怪怪的 他又擔心 我覺得他很焦慮 那要問我說他有沒有尿酸過高 我幫他檢查 我幫他檢查 他尿酸只有5.2 正常 那我看一下那個關節 也不像是痛風關節炎的發作 我說你那個應該是心理因素 其實現在越來越多的研究 有一些食物類的高普林的 植物性的高普林的食物 其實只要 其實他不見得 他會讓你尿酸高 但不見得會造成一個 急性痛風性關節炎的發作 我說除非你正在發作期還是不要吃 如果是在平常的穩定期 這些還是可以著量攝取 都沒有問題的 那我在想 痛風是一個台灣很常見 很常見的問題 也是我們造成洗腎 第四大常見的原因 那每痛風一次發作 就攻擊就破壞你的腎臟一次 那個他四十幾歲 他甚至有過一到65分 這個就是因為 痛風急性發作的關係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尿酸什麼叫做 我們要分兩個字 一個叫高尿酸血症 一個叫做急性痛風關節炎 急性痛風發作比較危險 高尿酸血症 但是你沒有痛風發作 對身體的破壞是少的 什麼叫高尿酸血症 只要你男生抽血 尿酸在七 女生在六 就是表示你的尿酸過高 但是很多人尿酸過高 不見得會痛風發作 那尿酸過高 常常會有一些供病 就糖尿病高血壓動脈疾變 還有腎病變會同時發生 那尿酸過高 沉積在我們的關節 造成一些紅腫熱痛 這叫急性痛風發作 每發作一次 你就會腎臟就會受傷一次 那哪一些人很容易造成 他的那個痛風會急性發作 大概給四大類的 一個是體質遺傳因素 你的爸爸媽媽經常痛風發作 你也會 那叫代謝尿酸會比較慢 一個是慢性腎病變 尿酸80%都是我們腎臟代謝 所以你要多喝水 才可以多排尿酸 那有些錯誤飲食習慣 暴飲暴食的 還有一些服用利尿劑的 那尿酸 我覺得萬一你的痛風 你的尿酸再高 有吃哪些食物 很容易隔天就會痛風發作 紅肉 海鮮 啤酒 烈酒 還有一些甜點飲料 只要你吃這些就會發作 所以當你痛風高 不要吃這些 那些植物性的普林食物 這個是可以吃的 小時候我在吃腳白筍 我都會仔細找有沒有黑黑的 黑黑的我把它撿起來 我不敢吃 我覺得那應該是生病的腳白筍 那後來長大之後才發現 那是一個很棒的腳白筍 那叫孤黑蕙菌 其實孤黑蕙菌 現在越來越多營養師都說 他對我們骨質疏鬆 是有幫助的老人 要多吃那個黑黑的腳白筍 不應該把它撿起來 一個洗腎的奶奶 他已經洗了五年 那他最近每次洗完要結束前說 孔醫師你可以幫我打個止痛針 那我就問他你到底哪裡痛 他說這邊酸那邊痛 這邊酸那邊痛 因為他 我看一下他抽血報告 他的鈣的確偏低 淋偏高 那我就先把他轉到 因為他打止痛針的太頻繁了 我把他轉到骨科 去造一張S光片 那骨科醫師就說 你這個是因為年紀大又在洗腎 那叫腎性骨病變 那你的骨頭骨質疏鬆很嚴重 就像那個海沙烏 比較嚴重的地方 甚至有出現一些小小的骨折的裂痕 所以會這麼痛 那跟他講說 要多去運動 曬曬太陽 那他回來就問我要吃什麼東西 那我就跟他說 當然吃一些含高鈣的酥 其實我鈣片已經補給他 一天補到六顆了 然後那個吃很大的量 那請他把鈴再控制好 吃一些優質蛋白 魚肉淡奶豆 然後我做了一件事 我叫他 叫護理師叫他洗腎 讓他踩腳踏車 你知道踩腳踏車 一定要運動 你現在蓋骨再多 那個沒有跑到骨頭去都沒有用 那他大概這樣子 其實他家屬也給他一些營養 那他也踩腳踏車 三個月之後 那個疼痛的感覺就改善了 那當然我又問他 你最近吃了什麼東西 他說他吃了很多的黑黑的角白筍 我說你怎麼知道吃黑黑的角白筍 他說他的朋友有那個骨質疏鬆的 跟他講說吃角白筍要吃黑黑的 那效果 我說沒錯 你這個觀念還蠻先進的 那叫孤黑蕙菌 對一些骨質疏鬆有幫助 那黑黑的角白筍 大家不要把它飄掉 他為什麼會黑黑 事實上他是一個真菌 叫孤黑蕙菌 寄生在我們角白筍的那個筋部 他會刺激我們長出一個角白筍的嫩芽 所以那個 因為這個是一個很棒的 可以吃的一些真菌類的 那當然阿嬤那個叫做腎性骨病變 腎性骨病變 其實大部分都是來自於那個腎功能退化 造成的一些骨頭的一些疼痛 有些是纖維性骨炎 有些是骨質疏鬆 那有些是軟骨病 那這個除了補充鈣片控制靈之外 就是要靠運動 還要補充足夠的東西 如果洗了一段時間 發現你的下肢腰部很容易痛 要去照一個片子看一下 是不是腎性骨病變 那可以根據這個去治療 大部分三到半年都可以改善